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在Facebook 時有一張照片是瘋傳的 到底是甚麼照片那麼巴之閉 可以是幾萬人一起 forward 原來是一張TVB 藝人私底下出席一些撐警活動的照片 本來出席這個活動的藝人不打算把這張照片流出 打算低調、靜靜地來撐警就算了 誰不知有些不聽話的藍絲 是要演戲 把這些照片放在網上 馬上就有一名恩星叫朱亭軒 如果大家認識的話就告訴我他是哪位 因為可能我太久沒看TVB 我也不知道是誰叫朱亭軒 反正他就在網路上大肆地猛叫 叫這個藍絲 Please delete and don't forward out 聰明一點好不好 人家來支持你們就在害死人 Don't share please 即是叫他刪除了他 不要傳出、不要流出 哎呀我真的保你大了 當然這個世界永遠就是這樣 好事就不出門 醜事就全千里 到底你撐警是不是醜事呢 我就不知道 反正你這張照片就沒辦法挽回了 在這個媒體也都登出來了 上了《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 《HK01》 很多家的媒體都報導了 終於你撐警這個立場就曝光了 實情我覺得沒問題 撐警是你的自由 為什麼要隱藏呢 是不是 好了 我們一起看看 到底這張照片裡有什麼藝人 老實說 我說出來給大家聽一下 到底大家認得有幾個 我認得一個叫曹永廉 還有有三個警察 大家一起聽一下吧 警察方面有哪幾個 江永祥 謝鎮忠 還有國家全警司 這三個經常出席記者會 是嗎 車天車地 一定認得他 此外 還有哪些TVB的藝人 其實都是鞏聲 其中一個就是 TVB的首席御用太監 曹永廉 因為他在TVB經常都飾演 這個太監的角色 哈哈 他就一家去齊 合家歡 另外還有什麼TVB藝人 例如楊明 楊明我也認識 因為他在觀塘那裡 幫忙搬走路障 而且他的店舖還被人質疑 是藍扮黃 這個我也認識 兩個人 另外還有什麼人 朱惠林 我們不知道 李嘉 姚瑩瑩 朱亭軒 還有莊思明 莊思華 還有劉莉 這些我實情對不起 我是完全不認識的 我看港劇的年代 就看什麼人呢 比如說廟軒人 翁美玲 趙雅之 新一些我都認識的 比如說陳法拉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再拍劇集 所以都廢鬼視體 還有那些雙天鵝 鄧穗文 大佬陳秀文 那些才是拍劇的 你找這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 那我怎麼看呢 因為我不認識他 知名度太低 其實是鞏聲 但是他們又很怕被人流出 為什麼呢 是不是覺得心裡有鬼呢 老實說 我完全不理解 為什麼有些藍絲藝人 是要掩飾自己的立場 撐警是一個偉大光明 和正確的事件 根據你們的邏輯 為什麼不見得人呢 除非你們心裡有鬼 其實你們都覺得 這件事是不對的 撐警是不對的 因為那些警察 干犯了很多的暴行 行駛很多的私刑 但是你又可以撐 你因為什麼而撐 是不是利益而撐 還是怎樣呢 我不明白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要掩飾自己的立場 不如說那些黃絲 不需要掩飾自己的立場 不如說唐英年的外生女 今天就已經出來拍一條片 放在YouTube上 講關於香港警察暴力的情況 講關於香港的現況 人家完全沒有隱藏 名門望族 藍血人 你們這些什麼恩聲 老實說 我也完全不懂 我相信聽我們節目的益友都未必懂 這班人就被揭發 曾經是假裝中立 或者是男裝王 比如說這個朱婷軒 就是了 他猛叫人家刪除照片 他在721事件當中 曾經說過這些說話 他說 我從來都沒有支持黑社會 也都絕對不支持暴力 我只是叫大家用其他人的角度去分析 整件事的前因後果 我也有指責打人是不對的 最後也有叫大家要冷靜一點 然後就有一大堆假裝中立的言論 他對最後的結論是什麼呢 他就說 無論如何 我重新任何人採用暴力犯法的方式去做任何事 我都絕對不會支持的 亦都不想再見到香港人繼續互相批鬥 希望香港不要再有暴力的事件發生 無法無天 亦都希望犯法的人得到法律制裁 希望香港有真正的言論自由 可以百花齊放 又互相尊重 好了 我們再說另一個恩星的言論 才一次過駁斥他 是吧 非常可恥 其實到現在還撐警的人是 楊明原來被人爆 私下在WhatsApp群組當中 曾經大罵那些示威者是DINX了 即是粗口字 然後他就強調 我的立場很簡單很清晰 就是和平和反暴力 好了 這些就是他們經常所說的 藍絲的藝員 就是經常說的 就是什麼 反暴力 所以他們去拘捕那條Band 就是說什麼 就是GPPRB國勞虎公高的警務人員 上面寫了支持警隊 警民同心 守護家園 江sir加油 即是寫這些 好了 他們說要反對暴力 我只是想問 為什麼你們反對暴力 只是反對示威者的暴力 或者他們的反擊呢 喂 警察的暴力 和行使私刑 你們全部都是沒有反對的 你現在真的是撐警 是不是 這些事情已經是不公道了 你反對暴力 你不是反對一切的暴力 你這幫人 對著鏡頭 對著記者訪問的時候 永遠就說反對暴力 反對一切的暴力 其實你只是反對示威者的暴力 因為他們是不可以還擊的 只能夠被那幫警察 按著來起勢 你們就是支持這件事 就不要裝作 永遠在高牆和雞蛋之間 你就是站在高牆上 擲雞蛋 擲石頭 對於那些雞蛋就落井下石 你是站在權力那一方 你一定要承認 這些人不要再裝作 這些人是 反對暴力 是不是 示威者的所謂暴力 根本上完全是不對等的 你這幫警察是一個准武裝部隊 准軍事的部隊 你們是有全副武裝 有自動的步槍 有這個盔甲盾牌 什麼都齊 示威者有什麼 你經常說他有弓箭 你老闆 你當他清朝的親格臨心 是不是 射弓箭 有鬼用嗎 那些真是多餘 根本上還有一件事 你是無視了制度暴力 對不對 為什麼612會發生一個這麼大規模的衝突 就是因為你6月9日一百萬人大遊行 你依然要死硬來數舊票 在立法會就打算過這個逃犯條例 才引發到612那群年輕人出來和你抗爭 然後616 二百萬人大遊行 你一樣是聰意不聞 你一樣是聽不到 制度暴力你看不到 警察暴力你看不到 你只能看到示威者那些所謂的暴力 是不是 根本是不對等的 你試試交換吧 對不對 或者大家把所有武裝都脫掉 對不對 這些東西你是完全不會提 當然 你只是說反對一切暴力 其實就是要求示威者 完全不去反抗 任答最好 對不對 第二件事 你們經常強調一件事 就是強調法治 老實說你這個法治完全是不對等的 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法治的社會 只是針對市民、學生、示威者 而那些警察是永遠乾犯一些暴行的時候 都可以逍遙法外 包括他們在街上隨意來打那些年輕人 那些是完全沒有人去跟進的 在半年經歷了 從6月9日至今 一個警察都沒有抓過 一個警察都沒有被調查過 到底這些是什麼法治 對不對 只是針對市民 不針對執法者 這些不是法治 這些是製造了特權階級 你看到嗎 你還說這些就是維護法治、守護家園 對不對 這些不是維護法治 你不要搞錯了 對不對 法治不是這樣的 法治是要對等 是人人平等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 被捕的人士 未必每一個這麼幸運 能夠得到保釋 有些人抓了拘留所 抓到困到醫教 那些人是完全沒有人身自由 沒有收入 對不對 你這些警察干犯了這些行為 比如說 駕駛著電單車 衝向人群 衝向示威者 那個人 他們都是暫時來休假 休假是有薪出的 對不對 休假就是放假 目前來說已經是復職了 包括在西灣河射那個小孩 射了一槍真槍實彈 搞到那個小孩要割乾割臣 這些是不是暴力 為什麼你不反對 然後開槍警察又已經是復職了 對不對 根本上沒有人受到制裁 這件事很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那些市民 走去要求美國 要通過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就是因為在這個既有制度裡面 已經完全對於警權沒有制約了 沒有人可以約束到你 包括林鄭 他根本上已經是一個傀儡 一個廢人 所以大家才會想辦法用間接的方式來制裁警權 包括使得你沒有辦法移民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聞出來 我覺得是很好的 就是大馬當局已經拒絕了一個港警高層移民的申請 這件事就很好 目前你有說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就是 大馬這個第二家園的計劃 已經拒絕了所有曾經擔任軍人或者警察背景的人去申請移民 這是好消息 你們警察原來去到大馬都是不受歡迎的 去美國又不行 去歐洲將會又不行 因為歐洲目前的議會已經在部署 要就著全球馬格尼茨的人權問責法 進行立法的程序 這樣就非常好 至於你們這些傢伙 你撐警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可以堂而皇之站出來說 剛剛你可以大無私樣出來說 我撐警有什麼問題 其實你自己也覺得 根本撐警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除非你是這麼想的 如果不是我想不到任何原因 你們這些藍絲的恩星 當然沒有人認識你 我再說一次 那些什麼楊明、朱庭軒、李嘉、劉莉、姚瑩瑩、朱惠林 誰認識你才行 不用怕 撐警而已 這麼偉大 撐警是光榮 可以回大灣區發展 行不行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好像限制那些香港明星回大陸出鏡 其實是 做得出就不怕認 撐警而已 又不是干犯什麼罪行 撐警也不行 當然在道德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 這些是U-Lum-U 對於你演藝事業的發展是如何 總之就是這一群人撐警 大家要留意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